今天是张博芝的大儿子Lucas的11岁生日,一晃已经11年了,张博芝做母亲越来越熟练,两个宝贝也都很招人喜欢疼爱,现在的Lucas已经成为一个小帅哥了。 毕竟爸妈的基因那么好,除了长得帅,大儿子也十分懂事,张博芝离婚之后,一提到,他就会想到他是个特别棒的妈妈,为了两个孩子一直以来都在努力工作,听说今年就赚了快一个亿,可以说也是非常努力了。 相比谢霆锋,孩子和谢霆锋相处见面少之又少,可能只顾着和王妃谈恋爱了吧,Lucas今天也是11岁了一直以来也都很懂事,张博芝虽然有钱,但是并不让孩子娇生惯,平常对孩子非常严厉,不过小孩子人家管教还是好的。 张博芝也一直说,这两个孩子就是他的动力,离了婚他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了,但是这两个宝贝让他重新振作,一直以来张博芝总是带孩子参加很多公益活动,也注重孩子们的身体,经常参加户外运动。 从小就锻炼成男子汉,相比谢霆锋,就错过了很多孩子们长大的时刻,很少陪伴,虽然平常自己很忙,Lucas11岁的生日,谢霆锋没有到场,只给了一个八万块钱的红包,大儿子的只爸爸没有来只给了钱,非常失望就说了一句,我不想要这些,大家都明白,孩子是想要爸爸的陪伴,金钱是无法弥补的。